记者蔡亚化台北报道,台北市中山区名水路,竟业路一带的大直大湾北段商业宅,违法做住宅使用,北市府提出让住户缴交回馈金的解套方案。 北市议员梁文杰今日下午于北市议会民政质询时指出,只要有房屋所有权状就可申请户籍,一个户籍又可以住很多人, 大湾北段商业宅本不该有户籍但仍出现户籍,有户籍就有选票,公宅也有这样的问题,让选区议员或里长无法掌握票源,被干压力。 梁文杰要求,调查北市各区违规住宅使用的设计状况,他直接点明民政局主动找都市发展局等相关单位, 共同严密一套做法,明确规范这类新兴人口,下周他质询时会追踪了解。 对此,北市民政局长蓝世聪说,中央的户籍法没考量到县市土地使用分须规定,对于议员要求允诺会照版。 梁文杰说,北市有很多工业区名义上市场房,但其实是工业宅,或者声称是办公大楼,其实商办住宅,依中央户籍法或户籍条例规定,只要有房屋所有权状就可以申请户籍,全家大小都可迁入,但这住宅明明不能住人,却因为这样,多了好几千票,那胡适林都有类似违规住宅。 他说,大湾北段目前朝住户缴交回馈金方式处理,但这样状况处理掉后,未来还会有人再进来,制设户籍,对选区议员来说变成一个莫名的压力。 他认为民政局在户政登记没百官,本来不该有户籍的出现户籍,然后就有选票,例如大湾北段有四千多户,但每户到底有多少人入籍? 他并不清楚,梁文杰表示,这样事情永远处理不完,中央户籍法虽然规范有房屋所有权状就可申请户籍,但对北市来讲应该要有更细部做法做鉴定,例如该大楼的使用权状是办公大楼,就不能允许很多人进来设立户籍。 民政局应照兜发局讨论解决蓝侍聪回应,中央的法令没考虑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,除了商业宅,工业宅,工宅也有户籍设置的问题,但法令规范就是没办法不让人民涉及,像是税捐机争处也有不适住宅的,却用住宅税率课税。 梁文杰提到,由李长一里内有兴建工宅,里内多了六七百户工宅,但李长掌握不了票源,就会紧张进而反对工宅,类似这样事情,应该有更细部的做法处理。 蓝氏聪说,这可以用幽灵人口方式去处理,但梁文杰纠正,这并非幽灵人口,幽灵人口是违法的,但这些是土地区分或工宅户籍的问题。 最后蓝氏聪承诺会找兜发局讨论严密做法。 的